歡迎光臨 今天所有的你就聽聽就好 沒你的份 怎麼說呢 你帶著分享你現在能去哪裡 你什麼都不能安排吧 今天行程沒有親子的嗎 有 還是有 都有啊 有嗎 都有 我差點呼籲叫家長趕快去付錢 看你怎麼玩 行程很多東西是看自己 要不要帶孩子是你自己決定 對 我覺得台灣現在很棒就是說 還有聯航 對 安機也非常多 而且附近可玩的地點可多的 所以週末三天兩夜計畫一下 放鬆的心情 充電回來再拚對不對 對 而且黑人哥 今天好像隨時要送禮喔 對 我跟你講 今天不看到最後的話 我不跟你講我們送什麼 你也不知道送什麼 我換幾位數 大禮 大禮 手夠嗎 手夠嗎 這麼多嗎 手夠嗎 還沒送完 先來講日本最近 去大阪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這個是從去年延燒到現在 是最熱門的一個景點 它叫做阿貝野大樓 也就是全日本現在最高的大樓 然後你上去那邊 對 你可以看到整個我們大阪 360度的一個景觀有沒有 360度 對 它上面還有一個很好吃的蛋包飯 所以你單去這一個點你可以玩 其實這個點的話 帶飛翔去的話是OK的 除了這個是人氣景點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在地風情 在地風情我會建議大家去一個 叫做黑門市場 黑門市場 但是太有名... 現在都是觀光客 我告訴你真正的日本人 像我的日本朋友都帶我到周邊 周邊就有點夏丁風情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 隨便拍照就好像日本的場景一樣 我覺得去日本我得到了一個心得 就是你會瘋狂的一直買... 對 沒錯 不管是我自己想要的藥妝 還是媽媽 嬸嬸 托我買的一些電器 尤其是每個人都叫我買水波 對啊 一定要買啊 不要開玩笑 愛你 大一個 男生愛去提回來耶 所以我就到處尋尋覓密 我田野調查到一個 非常棒的行李箱 我直接拿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放球鞋 這個好... 這個水波都可以放那麼厚 首先第一個點是說 因為它外觀很漂亮 這個顏色玫瑰金 因為很多女生很喜歡 在機場拍機場時尚 對... 這叫玫瑰金嗎 對啊 玫瑰金啊 玫瑰金現在好紅耶 對 行 你可以在機場拍一系列的 美照的IG打卡 對 對 再來是它除了外觀以外 妳有意見嗎 怎麼了嗎 這不玫瑰金這是什麼 很紅色嗎 沒有 它有兩樣的 玫瑰金 OK 沒有 它是3七封 我打開來看可能會更清楚一點 這也太大了 這好整理喔 對 好好酷喔 我是第一次知道 我這種行李箱 一般都無語聲啦 對 一般無語聲啦 對 一般無語聲啦 妳們大概都是男友拍照 拍女友會抓我 對 哪一個啦 對 你看它這一種 好深喔 很深耶 這個你不管是水波爐 還是吸塵槍 還是什麼球鞋 你可以原汁原味的 從日本帶回來 不用拆 尤其是我住... 我住飯店嘛 每一個客人 其實幾乎都會自己帶一個 你要隨時去注意 對 對 你的行李術有沒有操縱 這個是非常簡單 連行那公斤限制是多少 一般來講 連行是從20公斤開始 然後最後你再加買 然後你千萬要記得 像它這個動作很好 是因為它已經先知道 它已經額外要多買多少 趕快上網去買 千萬不要在機場買 沒有 然後在機場買的就變很貴 所以你在上網買的話 那個價錢就不一樣 像我們自己買的話是 大家都先買機票 可是一個人加行李 機帳OK 因為我們就帶一個就OK 那它其實就是把它打開之後 我就把它這樣子 然後它的數字會停住 停住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知道幾公斤了 有嗎 那也多酸青的 如果妳把它拿起來放下 再等待數字出來是 1977年數12 你會被傻眼 這個還可以說出 1777年數 這是什麼儀器啊 這什麼儀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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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到你的手耶 多公斤 對 這個價錢 你不需要再加錢 他還要 他需要... 他37元 你們想說它一定很貴對不對 對啊 這個就每週買 原價12000萬 你知道現在多少嗎 多少 1999 不可能 只有我 我還要超過 我剛才才才3千多 沒有 1999 因為你旅行業 你確定你是 我覺得3千多 我說我買的 因為這很便宜 對 我要跟你看一下 妳就要來給我看一下 妳就要來給我看一下 沒有 但是我必須說 1999 2千塊 對 2千塊有少 但我必須說它 它會閃開來吧 不會...這真的不會 也太便宜了吧 對 旁邊可以裝小包包 它紙紮的嗎 因為我們很多 叫公出去化妝團隊 對 都把東西放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這種行李箱好耐摔 耐摔 你那Livora的話 摔起來就心痛 而且會熬掉 它這種不會 摔不熬的 你看就知道它這邊有彈性 它這個不錯 沖繩旁邊的一個島 叫石原島 石原島 石原島 對 然後石原島 還有一個離島 叫朱富島 這邊的這個海灘的話 是日本最漂亮的海灘 另外來講的話 石原島它有藍洞 藍洞很漂亮 這個就在他們 可以捲... 就是敏原海灘外海 沒有多元地方 就可以直接這邊做藍洞潛水 好 這還不講 如果說要包船出海的話 還可以去個地方 叫做無人島 這名字是一個像個 旋月型的 像個月亮的一個沙丘 三天兩夜到得了這種地方 可以 因為中華航空有直飛 禮拜三就出發 如果你要走三兩夜 回程的話 就是要從抽層再轉機回來 它不是也有什麼流輪 可以到這裡嗎 流輪的話時間不夠 三天兩夜 下船只有七小時 你沒有辦法玩這些 私密的機會 所以要飛的 對 沒錯 太長島 也是沖繩 對 就是坐在這裡 好漂亮喔 聽著海哭的聲音 然後看著一片大海 然後心裡很想 沒有 就是點杯小酒 然後就坐在這裡 很悠閒的拍照什麼的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的享受 可以推薦大家來 對 重點是因為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大家是連航 本人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害怕 空虛跟寂寞 迎面而來 所以我就會非常推薦大家 這個東西 對 它是一個護頸整 抗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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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它有 隨時的擁抱你 而且你看 我現在扣起來的話 它是360度的 就是貼服的設計 而且它重點 這邊拆下來的話 它可以就是清洗 我怎麼有點拆不下來 對 這裡它有拉鍊式的 所以你可以清洗 對 是不用擔心 然後寂寞的時候 你可以打拼著它 無線的嗎 對 而且它是全照色的設計 其實我不知道 我現在講話聲音有沒有 然後一直落淚 落淚 對 搭配的這個 藍牙耳機的設計 對 甚至是有時候 萬一左鈴右色 你真的是不小心遇到 那種很吵的小孩子的話 這個照上去之後 真的是完全聽不到 而且又非常有時尚感 對 是不是 另外一個韓國 對 三天兩夜的韓國 對 剛好慶州大陵院 你就可以看到 裡面有很多的 還可以有很多 很漂亮的楓葉 對 還有這個 好顏色 漂亮 銀繫 你去到那邊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我跟你講 韓劇那些的浪漫 這邊通通都可以 而且它的旁邊 剛剛不是在看沖上 它的旁邊叫做順天寺 順天寺這邊 也有一個非常無敵的夕陽 在這邊 所以你看到 因為它是個詩緣 它跟你的夕陽不一樣 它整個是個詩緣 結果你會聽到 啪啦啪啦啪啦的聲音 飛過來 黑暗哥 這什麼顏色 這絕對是玫瑰金 然後這邊的夕陽非常漂亮 是因為是 它因為它是在詩緣上面 所以你看到一堆的芦苇草以外 還會聽到聲音 是那個猴鳥飛的聲音 可是你仔細看那個猴鳥 它是黑色的單頂盒 整個從旁邊飛過去 所以那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有沒有 我隨便拍每一張的照片 都會覺得是像明信片一樣 它就是這麼美 但是它是靠海邊而已 全世界五大最有名的飾演之一 可以看一下嗎 到了晚上以後 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所謂的光影的這個布置 對不對 它的市區裡面有個這個庭園 這個庭園一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各式各樣的光影布置 所以超好拍的 而且喜歡去韓國的朋友們 都知道說拍這個東西 你回來的話 所有的閨蜜都會羨慕死你了 對不對 不單單是這樣 去韓國一定要幹嘛 要追星 要看韓劇 沒錯 雲上的月光 就在它附近拍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 它叫做春香主題樂園 你進去看的時候 有沒有 這一條橋就是 他們當初在拍的時候 從第一集 第一幕出現 就在這一邊 所以很多人跑到那邊去拍照 不單單是這樣 這邊還有個重點 因為秋天到了要吃什麼 秋天最有名的秋冬 螃蟹 韓國的螃蟹超有名 因為它的螃蟹 跟我們一般吃到螃蟹不太一樣 它是什麼 它叫做醬蟹 也就是說有醃漬過 生螃蟹去醃漬過的 韓國的螃蟹 對 而且這個醃了以後 它叫做 它有一個別名 這個叫做白飯的小偷 也就是說你吃了以後 吃很多白飯 會很刷子 會一直想吃飯 一直想吃飯 繼續在吃生的 生的 對... 生煙的 非常好吃 而且那個 你知道蟹肉的甜味 都還保留在那邊 但是 對 超好吃 而且韓國人喜歡吃辣 我個人更喜歡吃 這個是辣味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我整個把那個飯 把它放在它的鮮殼裡面去 把它整個的汁 給它沾出來 帶它來吃 超好吃 喊答警審 真的 一定要吧 把那個醬 去到那邊這樣 很好吃 對不對 那不但是這樣 因為它是個比較鄉下的 二縣的一個都市 它最有名的就是 在地的庶民料理 那邊的這個豬肉很有名 所以很多人去到那邊吃什麼 吃豬肉湯飯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的推薦 它這邊是最當地的 當地就看到沒有 都是韓國人在那邊吃 而且我去那邊排隊 它很好玩的就是 它其實只有賣這個豬肉湯飯而已 一百多塊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人去吃的話 對... 只要兩個人以上 它送了一盤黑白切 所以是豬腸 豬肺 就是韓國人很喜歡吃的那些 而且那一張的通通小菜都放給你吃 所以你整個下來的話 你就覺得說有沒有 你只要去一個簡單的地方 物超所知 看到韓劇拍攝的一個地 吃到當地 而且季節性的美食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棒喔 三天兩夜 這樣玩這種三天兩夜 其實一個背包很重要 一個好的背包可以在你走全世界 對... 所以其實我像這樣去激州島 我就只帶一個這個背包 什麼襪子 內褲就這樣放 我心裡想要就留給我女朋友 去買東西 一個貼心的表現 多貼心 那個背包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這樣小小的 它防脫水 然後它非常多的加成 然後它裡面 就是還有一個 我很喜歡它的設計 它是可以放一個15吋的電腦 對 你看 怎麼這麼大 它裡面會有一個加成 所以說我們就是可以很輕鬆 比如放電腦在裡面 對...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因為都要拍很多照片 對 然後而且現在大家就是 照片都已經不滿足了 都會用拍影片 那手機很快就不夠用了 對啊 隨便 然後就會有帶一個這個小小的 這小小是可以 對 隨身碟 這個插到iPhone裡面 多可以多到256G 256G 真的假的 怎麼會用都有 新的 新的 就你插在 因為像我的手機比較舊 我手機那時候買只有16G而已 完全不夠用 還有另外一個 我一定都會帶 我最近真的超愛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很小巧 這什麼很漂亮 看起來很像隨身沖片 對不對 對 它是一個隨身的沖印 沖印相片的機器 對 而且是無線藍牙的 而且它的重量 其實比一個iPhone 8還要輕 它隨身攜帶 然後你知道就是像譬如說 它洗得出來嗎 可以洗 它現場就直接一分鐘 真的假的 一分鐘多就可以沖出來 拍照片很漂亮 然後又會寄明信片回家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印出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你可以貼的 我要買 我要買 就貼到明信片 就可以寄給自己的朋友 好棒喔 很棒喔 像它那個就有個好處就是 我現在好 我拍得好 等一下 妳可以連嗎 我就連 我連我直接按下去以後 好 它過去 它那邊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慢慢的輸入出來 對 然後待會兒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張照片 然後看到這一張照片的時候 你不是買明信片對不對 你就可以再把這個 後面撕開 然後再啪 貼上去就說 有沒有 證明說我在這邊 而且就只有你有 印出來了 它印出來了 這隻黃金獵犬了嗎 沒有 很棒耶 對 還好 很有趣啦 可是你後面這是貼紙是不是 對 它可以貼... 這是雙片 所以可以貼到明信片上面 對 我跟你說 你這個獅子還是會覺得 是哪裡下載的 如果是你自己的照片 對 就不可能 就是這樣子 對 你就可以印出來 然後貼給它 所以剛剛我們就在討論 我說早知道的話對不對 那時候這個已經有的話 我跟你講 我寄回來的人家就會覺得 而且是獨一無二的 對啊 真的 然後老師在上面簽個名的話 又變不一樣 對啊 我瑞氣瑞思嫌 應該介紹我這個啊 來不及了 沒錯 我會比較少來最近 對啊 我要買 OK 網路買的對不對 對 網路買 好漂亮喔 好 我也直接補充紀州好了 好 其實紀州島 它周圍的海邊也是很舒服的 而且你會看到很多這個石頭 對 對 他們都有這個 他們會很多的紀念品造型 會做成是這個樣子 很可愛 有大有小 對 然後其實我經常講的是 紀州那邊要有一個 另外一個 它的離島叫做牛島 牛島是一個紀州島的 算是世外桃園吧 那個地方你上去之後很小 然後大家都會租個腳踏車 電動車甚至沙灘車 然後這樣子繞一圈 而且在紀州島上會有一些 韓國他們半島上 本國上面沒有的料理 比較特別 在紀州島最著名的就是黑毛豬 對 黑毛豬 黑毛豬 你看他們的韓式烤肉是這樣 這個是 它一整串 它先把它串好 肉嗎 肉 整串都是肉 這大概三四人份 好想吃喔 真的三四人而已 它故意串這麼高 它是一個噱頭 然後就這樣弄出來 但是它很好吃 它這樣幫你烤好了 放手啊 上來再幫你吃 它其實吃法可以 它吃法可以比較特別 對 而且 比方都它放在那兒 等一下190你就吃這個 對 小朋友吃這個 小朋友吃1 2吃 還不會搶 有沒有 大家不會搶食 特別的耶 最剛好 沒有 把它插在那兒的地 輕品驗對不對 對 你去柯肚吃啊 不要吃超過 它有特別這樣子的烤肉 因為黑毛豬非常好吃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一般你看這個黑毛豬 那個湯就這樣 很豐盛耶 很豐盛 所以黑毛豬以外 它又是海島 所以它的海鮮也很棒 海鮮 所以去那邊就一定要吃 它的燒烤 它的韓式烤肉 然後再來是 女生應該會是喜歡這個地方 在韓國紀州島 這個是他們的櫻花 他們櫻花特別的名字叫做 王櫻花 沒錯 王櫻花 然後這個櫻花 它是粉白色的 那一般我們在 不管是台灣看到的 或是日本看到櫻花 冰起來它大很多 所以還可以玩 它一朵大概就 大概有這個圈 這麼大 這樣好大喔 很大 然後它整條路這樣子 鋪滿的那個 在我們過年的時候去的話 你就會看到他們整條路 都是這樣粉白色粉白色 然後一直飄下來 好美喔 非常美 不錯 好美喔 好美喔 三天兩夜也可以去東南亞 對 東南亞的行程 師凱幫我們推薦 講到東南亞 其實東南亞一直是 台灣人最愛的 因為老師上次不是在講說 員工旅行 準備打算到曼谷去玩 曼谷滑星 曼谷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一個玩法在這邊 在這邊我就要介紹一個 第一個 符合我們今天三天兩夜 快很準 再來一點 這個CP值要高一些 所以我介紹第一個 因為曼谷很多的飯店很棒 這一家飯店是我剛住回來 我個人非常喜歡 因為它是有點設計型的 一個主題的一個曼谷 對 就在曼谷而已 而且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筆記 一定要聽 因為這個 它這一家飯店 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的感覺還不錯 因為它很有設計的一個味道 然後你一進去的以後 有沒有看到它很好拍 所以很多人喜歡去那邊拍 這種文創的概念 對 文創的概念 然後有沒有看到 它旁邊有一個小門 那時候我覺得這門很好玩 就打開來一看 結果它是隔壁在賣燈的 但是它不是只是賣燈 它這個燈是一個賣燈的咖啡館 所以你會發現它 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的味道非常的不一樣 它是同一個老闆來的 所以它很有在地的特色 他說來到曼谷就要當曼谷人 所以這是一個曼谷人的這個飯店 叫做 喜歡吃食材的人 那趕快去吃喔 真的 他拿到星星以後 馬上就很有可能會翻過來了 對... 那講到剛剛講的時候 去大賣場買東西呢 我常會推薦大家 可是會發現很多時候 你去買大家都雷同的東西 對 沒什麼稀奇 這時候建議大家去什麼 去它的超級市場 他們的7-11也超豪買 有一樣東西 我今天要特別帶給大家 就是 是